欸你現在很怕 我有點怕 我也有點怕 請喝 我會吵氣憤 欸這女生那麼可愛 你不考慮嗎 聽說她很會演奏樂器耶這樣 就是我會幫女生做優點 然後女生就會說 真的真的我真的很會吹 是耶 我覺得如果有一個第三人 來幫忙助攻 突破這個男生的心房好了 好像會比較容易輕鬆一點 不然你自己想說 欸我也會吹喔 超尷尬 全台灣最智障的酒吧 我們是可樂 我們在聽的聊完天約見面啊 其實蠻常會約酒吧的 就是你知道喝酒可以避免 一些有點尷尬的事情 今天呢我們就請到了 八歲就出來混的 酒杯娜 正式開請聊之前呢 一定要有酒精 我們請Jumilla來幫我開啤酒 欸這麼快就開了 你知道當然啊 那我們酒要先來 主是最重要的 然後我最喜歡看他開啤酒的 一個字帥 我先遠離一點 沒事沒事沒事 欸你現在很怕 我有點怕 我也有點怕 耶嘿 耶嘿 耶 請了 八歲就出道快二十年的資歷 覺得從以前到現在 網友見面有什麼變化嗎 以前真的沒有網友 以前就是靠我朋友介紹 如果說你真的是要認識陌生人的場合 你可能就是參加一些什麼社團 或是怎麼興趣 什麼畫畫班啊 跟戰色 欸講遠了 所以其實我們酒吧就是當初最原始的 老交場合 對 現實的網路世界 所以你到了酒吧 你就是看你自由發揮 你去看說那群有一個 一群女生五六個很漂亮 那你要怎麼切入他們 你真的要主動鼓起勇氣 現在就是要那種電影演那種有點紳士的 就是幫我招待他們 一杯Martini之類的 對 大家可以在電影 老派電影有看到對不對 說 服務生會幫你送他的美酒 然後你又遠遠打招呼 就不客氣 對就是說 小姐 這個跟這個是 對面那一桌男生 要請你忙 他有時候可能會附一個小紙條 壓在那個酒杯上 他的電話或是一個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是 火柴喝 火柴喝 對 以前那個年代 大家是沒有 不是禁煙的時代 就室內可以抽煙 那各家各行 就是各個餐廳酒吧 就會印製自己的火柴喝 就把你的店名寫上去 然後打開 就是撕下來這樣 這樣 就那種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空白地方 你就可以寫上你的名字 跟你的電話 或是你地址 或是你的銀行帳戶號碼 三維 就很想你可以寫 然後呢 你就可以放在那個酒杯底下 然後你看了之後呢 你就會會心裡笑這樣 然後那個男生在那一桌 那可能過了十分鐘之後 他就會拿著他的飲料過來說 打招 對 剛剛這個酒飾 我其實喝了很難 然後就認識了 就太進階了 這真的是很老看的浪漫的耶 我覺得蠻棒的耶 以前啊 你交友的時候 到那個酒吧的成本是比較高 你可能做某一桌 然後你可能做一碗 你看不到可以攻擊的對象 啊不是 就是想要認識的對象 男生做了一碗 然後等不到自己心儀的女生啊 然後好不容易遇到一個 欸 像可樂這樣子 還有像絕媽媽這樣 兩個閨蜜 就來酒吧喝酒 然後我剛剛不是有講嗎 就是說 欸 真的是那桌男生給你們的 那你要想一下 一個晚上 你鎖定一桌 然後你要附著這兩杯酒的成本 加他自己喝的 喔對耶 你不能只請其中一個女生喝 你一定要加上三個女生 對 五個女生你就要請五杯 不 然後你要想一下 你請完這五杯 你不一定成事 一個晚上要游擊很多桌 真的是 不能游擊 因為在這個 他請你是焦點的時候 別桌也在看 喔 那如果我們不喜歡你 我們回家之後 他再攻擊下一桌 全場人都看到 他一碗只有一次機會 他時間成本只有一次 但是他可能要付那桌的錢 那一桌的錢 真的要好好裝那個機會 真的要好好珍惜 你真的蠻喜歡你 會用心繼續對他下去 沒錯 那只是一個開端 一個請你喝酒只是一個開端 後面真的難一下 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就是滑一滑 約一約聊一聊 不爽就算了 對 就約媽 我覺得太簡單了 對 沒錯 所以古收還是有古收的浪漫 你有沒有遇過來酒吧 那個出來他們其實就是 叫軟體來的 有啊 成果比較不一樣 因為通常如果認識的人 一進來就會很熱絡 對 你們就會安靜會成這樣 然後一進來你就 你就看出來明天就 安靜 大概十秒 你要喝什麼 對 然後 因為他也不知道他的喜好嗎 對 我不知道 然後就是說 然後開始上了酒之後呢 他們就會講 開始自我介紹 喔 你在那公司工作 最近有沒有看什麼電影 喔你也喜歡 有什麼 然後就 然後我們在旁邊忙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欸 這對好像今天才見面 對 看他們的那個氛圍 然後我就趁著男方去上廁所的時候 我就問女生說 欸 那個 你們是情侶嗎 然後他們就很害羞 喔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 因為第一次見面 然後我說那你們是同事 然後也說不是 你們是今天交友 剛約出來 然後他們就 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說 那要不要幫你 吵一下氣氛 對吵一下氣氛 通常女生如果 對那個男生沒意思 他們就會說 不要玩 然後這個時候呢我就會 好強喔 好 然後我就飄走忙我 那如果 我還是我遇到一樣的 前面模式是一樣的 那如果說男生上廁所的時候 女生就說 其實我蠻喜歡他 可是我覺得他好像對我沒有意思 然後我說真的假的 你那麼正啊 對你沒有意思 然後整個那個魂就會起來 助攻 因為我們看過 越老魂 對因為我們看過太多 一對一對在酒吧前面 就是什麼分手啊 其實在我們 我的感覺是覺得說 很難成功的 所以我看到有一男一女 或者是有其樂 你覺得很適合的 對我就想要幫他們 湊合 對啦就是激活 然後呢 男生回來之後呢 我就會覺得說 欸怎麼樣 我就開始說 挑酒好喝嗎 然後男生就會很甩這樣 比如說 可以 這樣 我說欸 那你們是第一次出來 酒吧喝酒嗎 然後如果 就是還是男生就是會很叮 因為就 就一直附著要演他 我就會說 欸這女生這麼可愛 你不考慮嗎 聽說他很會演奏樂器耶 這樣 就是我會幫女生做優點 然後女生就會說 真的真的我真的很會吹 哈哈哈哈 然後呢 然後我就跟男生說 欸你看他這麼會演奏樂器 你確定 你不喜歡他嗎 這樣 就是我會吵氣憤 是耶 我覺得如果有一個第三人 來幫忙助攻 突破這個男生的心房好了 好像會比較容易輕鬆一點 對 不然你自己想說 欸我也會吹喔 超簡單 對 然後女生可能很想想 但是 女生找不到機會切入 所以我幫忙這樣子 潤滑一下 對 好像就是成功之力 就會拉拉 大大提升 對然後你猜怎麼走 那一隊那一玩子 喝得很開心之後呢 我就送 就送他們要走 我就說 欸記得喔 要一起回家喔 這樣 很開心這樣 隔天我起床 我就收到 女生給我的訊息 謝謝你 昨天晚上我成功打證 然後我就說 哇我看到這個訊息 我就很開心 我就覺得說 哇我又有城市 不管他們將來怎麼樣 但我就覺得 當晚 有人完成心願這樣子 喔不錯欸 對就覺得 這是我工作以外的 一點那種 成就感 我現在要講回來說 雖然說我們自己在玩 講交友 不是在玩交友 好像玩交友 就是 在講交友 可是回歸到我還是要 泡沫一下我們酒吧的場合 嗯 我們酒吧的場合就是婚商 喜慶 失戀 然後生氣 反正任何理喔我們都要喝酒了 都要喝酒 剛生小孩啊 地方媽媽 餵奶結束什麼都要喝酒 那網友 見面給人要慶吧 嗯 因為好不容易聊天 你從了那個滑篩選 喜有氣出來 對然後聊天 可能聊三天又沒下文 然後終於聊了一個禮拜 半個月有下文約出來 嗯 然後約出來 然後就到了酒吧喝酒 那我們是不是好好對待他 觀察一下他們的那個情況 是 今天我們是要把他們送做對呢 還是拆散媽媽 不是就開玩笑 就是做一個好的氣氛 希望說他們離開這個酒吧 離開這台門之後呢 他們會有一個 還是一個美好的記憶 加上可能有一個希望的未來 有可能成為一段家偶 也可能怨偶 怨偶就不要回來找我了 就分手我會各自安慰你們 但是家偶我就祝福你們這樣 嗯 我們酒吧擔任的工作是 大概是這樣 好好的招待你們這一彎 然後剩下你們就是 還是看著辦自己的幸福 要把握在自己的手上啦 欸我們都好正面 好勵志喔 真的變好勵志喔 奇怪我們不是一個人去酒型的頻道嗎 沒有我們還是 我想要散播一點正面能量 因為大家最近太壓抑了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大家下回見 掰掰